四邪啊 这些年你不仅 饱读圣贤之书 便月农学典籍 耕种技艺 营生之术 都熟记于心 所学所记甚多 四番四邪上任高阳太守 四邪啊 你随行协助 正是你们造福百姓 实现愿望的大好时机啊 大阿兄 我们的父母走得早 是您抚养了我和弟弟 让我们能够吃饱饭 教我们读书做人 我一定要像您一样 做一名好官 一名巡礼 阿兄 啥是巡礼啊 巡礼就是守法巡礼之利 像皇霸 公岁那样 爱护百姓 以您为贤 我为颖川太守 官吏当为一郡百姓之表率 自今日起 颖川所属游艇 及相关等官吏 都要饲养鸡和猪 用以资助官 寡 孤 独 勤政爱民 以德为贤 我为渤海太守 巡视劝勉 带头力行节俭 劝导百姓 务农 种丧 学习养殖 多存粮食 于是 郡中家家都有金序 百姓都殷实负责 郡中 太平 公岁皇霸两位前辈 是为巡礼中的楷模 他们以德服人 用行动教化百姓 百姓从心地里尊敬他 百姓良善的 对能臣巡礼的尊敬达到极致 便呼为父母官 这个称谓 源于东西两汉的 少妇 杜母 我 做南阳太守 待百姓精修水利 整治农田 也注重管理 约束百姓 为防抢水纷争 将相约克时 立于填盘 使南阳民生 智序井然 百姓生活 兴旺 太平 我做南阳太守 见百姓也治农具 极为辛苦 为体恤民力 放造水牌 又修制坡地池塘 开墾荒芜 扩大耕地 使得南阳郡内 家家户户 富裕 殷实 少信臣 为百姓严格相约 犹如严妇 杜师 体恤民苦 犹如慈母 后人念及 少妇杜母真 将地方官员 尊为父母官 明白了 四邪 你自幼 就有让天下人 不再挨饿的大志气 你要做 寻力 大阿兄相信你 能够做到 大阿兄 您担任 衍州刺史 当地百姓 为您树立了 德政碑 我承蒙您教诲多年 此邪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大阿兄 我也是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等你们把羔羊治理好了 我就到羔羊 去看你们 我一定用羔羊丰收的物产 来宽戴大阿兄 大阿兄 我给您做炒鸡蛋吃 好 好 就这么说定了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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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